我不認為我展現了什麼高超的演技 我只是迫切地 單純地想要理解小劉 為什麼會成為今天的小劉 還有我們所關注的議題 我一直相信 故事可以幫助我們彼此互相理解 互相包容 促進世界和平 而故事的載體就是演員 我也身為一名演員為榮 最後我想要把這個獎 獻給每一個身在低谷的朋友 我相信那道光 會以不同的形式展現 只要你們還願意張開眼睛 你們會找到路的 最後謝謝我的家人 謝謝伊林娛樂 還有我要謝謝我自己 謝謝 各位目前幕後的前輩們 還有工作夥伴們 電視機前面的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謝寅萱 非常非常榮幸 今天能夠站在這裡 在座的五位女主角呢 都是身經百戰的表演者 安心雅 從悶鍋的即時現場 跨足轉戰成為了唱跳歌手 在她跨足戲劇之後 也交出了許多精彩的代表作 林雨昕 她卸下了空姐的身份 現在不只是演員 攝影師 她還在今年回歸校園 成為了研究生 高慧君 她是以歌手出道 她的唱歌實力 大家有目共睹 而她在成為演員之後呢 一樣以她細膩的情感 創造出許多 讓人讚嘆的角色 蔡淑貞 跨出她名模的步伐 從梯台一路走向了影視 演出了許多的作品 而今年她身兼製作人 還有女主角的身份 挑戰了跟以往不同的喜劇表演 桂倫妹 她的年紀比我小 但是她是我的前輩 小美姐 偷吃一下你的豆腐 我只能說 她扎實地在影視的作品上面 蛻變變化出了許多不一樣的角色 我是看著她的 而她是一路陪著我成長的 今天 她們脫去了角色 以光彩奪目的本人坐在台下 她們不屈不撓 看著這一群從未放棄的女演員們 我必須說很多的東西必須要依靠強大的意志力 而你們不只屬於這一年 你們還屬於很多年 因為很多的事情是靠累積來的 親愛的 你們都值得 現在就讓我們來看看 戲劇類女主角獎的入圍者有 戲劇節目女主角獎入圍的有 安心雅 廖靖玲 如恰來啟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不過我可以跟她一樣 林雨昕 台灣犯罪故事 出軌 讀影製作電影有限公司 這是我想要的嗎 桂倫美 台北女子圖鑑 紅山娛樂股份有限公司 然後我們就一件事情都沒有做到 但是 都厲害是戲劇 高惠君 Dani Vu 雅達娛安娜 我願意 洛斯本娛樂製作有限公司 你們 我要抱她個屁啊 蔡淑貞 村裡來了個暴走女外科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發生了 好 第五十八屆金鐘獎戲劇節目 女主角獎得獎的是 蔡淑貞 村裡來了個暴走女外科 恭喜 精準掌握喜劇節奏 蔡淑貞將突然被派到鄉下的外科女醫生 演得絲絲入扣 魅力十足 不刻意表現南北差距 卻有平衡的喜感與情感 與對手系的演員搭配自然合宜 演出十分動人心弦 謝謝公司的支持 還有評審們的肯定 謝謝小劉醫師 所有的愛 從你的小說開始 還有每一位醫療顧問給我們的協助 如果沒有你們 這個故事沒有辦法成立 還有我們幕後的團隊們 還有我對手的演員們 這段旅程很美好 我永遠不會忘記 我還要謝謝我所有喜歡女外科的觀眾們 你們給我的回饋是我最大的榮幸 讓我深刻地體會到身為一名演員的價值 我不認為我展現了什麼高超的演技 我只是迫切地 單純地想要理解小劉 為什麼會成為今天的小劉 還有我們所關注的議題 我一直相信 故事可以幫助我們彼此互相理解 互相包容 促進世界和平 而故事的載題就是演員 我以身為一名演員為榮 最後我想要把這個獎 獻給每一個身在低谷的朋友 我相信那道光會以不同的形式展現 只要你們還願意張開眼睛 你們會找到路的 最後謝謝我的家人 謝謝伊林娛樂 還有我要謝謝我自己 謝謝 謝謝 我剛剛想要講的都講完了 但我竟然漏掉了一段非常重要 我現在非常想跪下 對著這個鏡頭說直播在放送中 我先講我是發起人 我不是製作人 我的製作人是兩位女性 詹語山跟詹子儀小姐 是我們的製作人 然後我們的發起人 是詹語山詹子儀跟孟傑導演 還有我 我們是四位發起人 然後我很想說的是 謝謝其他三位發起人給我這個機會 因為我完全沒有任何的製作經驗 然後我可以參與這麼多決定 然後雕塑角色 他們完全的尊重我跟信任我 我真的很感謝 所以我覺得一切真的都太幸運 我要跪下 我剛剛竟然忘了角色 太生氣我自己了 來得及我們有直播間 都來得及 好 那現在還有時間 我可以再講一點嗎 可以可以 盡量說 好 然後 因為我身邊有兩位演員 我還是要講一下演員 杜妍 Bibi好像年輕的我這樣 所以我跟她 Bibi 杜妍很像年輕的我 她就是 看起來非常冷漠 可是有一顆非常熱血的心 所以我跟她對戲 我總覺得好像看到我自己 然後很開心可以跟杜妍一起工作 因為他們都比我年輕 像小豬 真的年輕我很多 剛開始真的很害怕 因為怕我沒有隔閡這樣子 那我從朱學長身上 我得到了 很特別的東西 這個東西是非常直接 非常誠懇 然後沒有辦法演 偽裝 的表達情感 這個其實 我雖然經驗比她多 但是 我很感謝我可以在這位演員身上得到 這樣的 你要不要看著她說 這樣的 我怕被電死 所以 我只好看著你們 對 好 講完了 阿你的婉君 喔 我的婉君 對不起婉君 因為站得我有一點遠 婉君 你剛剛在台上的時候 我剛好在後台 我真的太生氣了 所以 婉君 婉君我要講的 她雖然是新人 可是我記得我第一場 跟她合作的時候 是一場群戲 就是說誰吃的地瓜球那個 那個 那個 我其實當場就知道 她一定是一個 非常有實力的演員 因為 這種群戲 很需要有一個人 hold主key 對 她就是那個hold節奏的人 以新人來講 可以做到這樣 我覺得非常驚人 是 蘇貞 妳說第一季 妳是發起人 編劇之一有女主角 妳要不要第二季 直接當製作人 不行不行 我們那兩位優秀的製作人 在這邊 但我可以掛名嗎 這樣 代資進出 我希望多一點製作人 因為錢的部分 就會一起分擔 那樣 我希望妳也做導演 妳這樣 我們一起分擔責任 好不好 我有偷偷當兩天導演 好啦 演而又擇製 那第二季報告一下進度 上次說 到了第六集的本 對不對 這個要推給製作人 昨天還在寫第六集劇本 那我們等一下就好好先進攻 再接再厲 第二季再強勢回歸 可能輕忠六零或六一囉 謝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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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